大家好,我是少年 整天有人在那抱怨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之 我去纳闷的想问问 你连一个老婆都找不到 还想找两个三个 行行吧少年 那个找了好几个女人的顶级渣篮城 现在头还被人带着满世界跑呢 整天想的主动妖媚 你还不如坐等机会弄妹子白给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 就是妹子白给的少女爱情故事 亲恋 第一个白给的女生名叫常木耀 男主正一每一次和她接触 满脑子都是一些不健康的画面 那时候祖传的BGM也会响起 一次傍晚看见常木耀在做兼职 还听好友御夫说 他旁边的大叔是他的男朋友 正一觉得常木耀很成熟很厉害 于是因为常木耀的影响 正一想努力学习 就参加了御夫建一的暑假补给班 御夫说这栋酒店 以前有因为学习压力而跳楼的饮好声 当晚正一的窗户外 就爬进了一位湿漉漉的黑发少女 可是脑海中那不健康的画面又出现了 原来这个少女就是常木耀 常木耀偷偷兼职被爸妈吃到后 被生气的爸妈绑来这里进行骨骑 原本常木耀想要半夜逃走 结果路上不仅下雨 还被野独攻击 这才一路逃进了正一的房间 因为衣服也湿了 于是他借责了正一的运动服务 只有学校里的人就认为他是来撒狗粮的 纷纷吐槽 甚至在后来被搬起的同学比喻后 正义这个钢铁侠 竟然对常木耀提议 两人还是少说话 为什么如此怂的男生还有女生喜欢啊 而就在我以为常木耀一天不跟正一讲话 这两人肯定会脑白事 编剧实在是让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挫 因为那天晚上常木耀竟然因为无聊 又主动来找正一 还喝了正一刚吃完的泡面汤 而接下来的操作就让人更吃蛋疼了 因为常木耀待在房间的原因 正一根本进不下新学习 在盯了常木耀想去沙滩玩 还准备着性感的泳衣后 正一竟然直接说 想看 与这两人便来到蓝玉池 一起泡了起来 可能是也老天爷都记录正一 能遇到白给的妹子 于是 母习老师也在这时过来 常木耀只能在水里憋着 而老师在看到正一身体起了某种反应后 加上正一那过于主动的邀请 老师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那个 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呢 我以为正一是同性恋的他 脸庞逃跑 之后 在夜深的镜中 两人还一起散步 而正一也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常木耀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过来 那晚上看到的男生 只我是常木耀的老板而已 都是好友与夫 在那胡说八道 那这么说 这里还有机会不是吗 而且常木耀那么主动 一定是喜欢自己的 结果在后来海滨游玩的时候 正一被常木耀主动请了 于是正一鼓起勇气和常木耀告白 当时常木耀却委婉地拒绝了 他说自己因为看到正一喜欢自己的料理 所以决定毕业后 要去很远的地方学习料理 想用自己的料理为他人带来幸福 所以还是做普通的朋友吧 正一哭了 虽然觉得很可惜 但是他却没有直接放弃 而是决定当个营养师 想拿紧跟常木耀的距离 所以在五年后 大学生正一快拿到了国家注册营养师 而常木耀也学生归来寻找正一 第二个女生名叫 公前透 是正一的学姐 正一和这个学姐的相遇 可以说是从游戏读手 两个人都是游戏迷 两个人都是不用读书 每天打游戏都是可以的 两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钱 整天都可以去游戏厅消费 总而言之 两人就是从游戏 闻发感情 因为学姐和正一 他们玩的游戏的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两人几乎是无话不谈 一次两人去游戏厅 正一陪学姐重温了初中的游戏高达 学姐打得特别好 还把对面的小学生建议给打爆了 那种感觉 反复又回到了初中 于是学姐就很开心 开心就得感谢正一 打游戏就让打出了心动的感觉 我都懒得讲跟朋友开个黑 中路0-8就能拉黑骂骂 谁没有菜的时候啊 我学姐一定是我没有遇到像 工钱套学姐这么有意识的队友 你说我菜你但我赢不就好了 但不赢不还是你菜 怪我咯 逻辑好像没毛病啊 而最要的是 学姐还是很诚恳 注意 是诚恳的希望正一 以后再陪她来玩这个游戏 而我就不同了 人家也是很诚恳 但却是很诚恳的让我别再拉她打游戏了 我学姐这人也真是小气 不就是钻石带领到黄金嘛 反向上分不也是上分 而就在正一每年成名游戏不可自拔后 学习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 但是学姐却还有进步的表现 事后才知道原来学姐竟然在半夜参加了补习班 正一知道后担心自己学习会跟不上 也想去逛个补习班 结果正一在补习班楼下 看见了学姐和鬼鬼十岁的侯友与夫 一起进到补习班 女帽子就靠在你头上 你能把我怎么样 正一很失落 她以为两人有什么暧昧关系 但她还真不能怎么样 毕竟又不是男女朋友 不是吗 后来那个被学姐打败的小学生健一 很不服气 于是找来了她姐姐长木耀 给她报仇 嘿 这不是老秦人吗 但是这一次正一却陪着学姐一起对战长木耀 长木耀打得也很厉害 但是正一十分地配合学姐 然后学姐就决定反击 打赢了 长木耀离开前提醒正一 如果跟学姐在一起 迟早会倒大妹 但是毕竟要和学姐交配了 怎么可以说断就断呢 哦不对 是他们两个人玩的游戏 已经到了可以交配的时间 于是学姐的角色和正一的角色 在进行合体的时候 正一竟然也会满脸羞红 可是一想到之前 看到学姐和好友半夜一起的画面 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于是正一鼓起勇气 问了好友育夫的事 才知道 育夫和学姐没有暧昧关系 正一 这才松了口气 游戏交配任务完成后 正一就想起了长木耀之前说的话 于是好奇地去询问对方 才知道原来学姐因为游戏玩得很好 于是被很多男生喜欢 他们都很主动地接近学姐 在相处后才发现 不管是游戏还是成绩 衣或者体育都完全比不过 最后一个个男生的自尊心都被打击 而女生则认为学姐是个 会乱撩人的坏女人 也不跟她一起玩 哦 原来这就倒大没的意思 学姐这么可怜 一定不能这样不管她 是吧 所以正一决定 绝不过因为自尊心而离开学姐 所以当天正一就去了学姐家玩高达 并跟她家对她进行各种夸赞 各种好听的话 说的学姐那是满脸羞红 所以时间的流逝 学姐对正一的依赖就这样逐渐增强 毕竟身边已经没有人可以跟她一起玩了 于是 之后还特地邀请了正一跟她一起去CM帮忙 这是一类女孩子很多的活动 当去CM 学姐扣子了百万兔子王 游戏里的兔子王 在正一面前害羞的满脸童红 学姐的兔子王很受欢迎 可找不到联体衣服拉链 于是只好正一帮忙咯 可是拉链的位置实在有些尴尬 就留给观众自己脑补吧 CM的活动圆满结束后 正一和学姐走在实验的路上 她十分直接的表白了 可是学姐却没有答应 她先给正一的脖子中了个草莓 然后 然后 来 兄弟们 公平扣个问候 因为接下来的操作会惊掉你的大牙 只见学姐说 不能因为一次告白就随便改变两个人的关系 而至于为什么种草莓的还不接受 那是因为 刚刚学姐想种 所以就种 不行吗 不行吗 哎 我突然有种想抱你的感觉 那就抱吧 现学现用 牛掰呀兄弟 学到了吗 各位 而两年到底算不算在一起 要说算也算 要不算也不算 是因为学姐要求正一 要一直这样 所以求着她 第三个女孩是桃奶亲日子 正一和日子是亲美族嘛 从小一起看魔法少女的动漫 到现在也在追 正一觉得日子还像初中生一样的志气 很担心她交不到朋友 可是日子说跟正一相处更加开心 其他人随便吧 不过为正一一说 日子还是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志气 她想要把魔法少女的书全捐了 可是没有人要 而学姐知道她的烦恼后 要请她加入家庭设社团 日子有点不放心 于是带正一一起去 学姐给日子换上了漂亮的和服 然后一起去团圆赏月 赏月的时候 正一突然情不自禁地说 日子很漂亮 这一刻 正一对漂亮的日子 有了心动的感觉 有一天 日子过马路差点被撞 正一正好救了她 然后日子为了感恩 就送给正一一个手指内裤 使她连夜赶功的哦 为了让正一打击精神 日子想到学姐说 想到男生恢复精神 就给她看内裤 于是变态的正一就有内衣店挑选内裤 沉寂的日子这番操作 竟然两人红着脸 选好了一条内裤 家长好友与夫鼓起勇气 向初恋表白 结果被拒绝了 导致正一也想鼓起勇气 向日子表白 让圣诞节不留遗憾 圣诞节之天 正一一本正经的月日子 楼顶见面 然后在楼顶表白了 想到学姐给她鼓励 日子也想正视自己对正一的感情 便接受了正一的表白 片名 清恋 这部剧 完全就是低配版的圣诞之文 就是有点像美少女游戏那种 宫女女生 而且女主都是白给的 因为设计讲了三个女孩的限度 每个女孩四级 但真正让观众买照的 只有长梦妖片 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配音 是左仓才给加分 不过虽然剧情看似平淡无奇 但是整部作品一直观传全场内之路 明显在暗示 这是一部在高速公路创作的作品 并且名字叫清恋 其实也是在暗示她的真实名字叫 肺域清恋 剧情虽说平淡 但如果不去跟其他作品做比较 并且别带脑子去看 还是会笑得很开心的 我是少年 因为名字又可爱的 就有新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留关注 很希望可以帮我视频点赞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